欢迎收看这礼拜的管剑新闻 我是管中祥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礼拜到底发生哪些 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一些社会运动 或者是一些受到压迫歧视有关的新闻 前两天我在我的脸书上面 我po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是我以前在世兴大学广电系任教的同事 李永泉老师 他写的一篇文章 他是一封公开信 那李老师同时也是我以前在世兴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 所以我对他一直是保持了一个敬意 因为他是一个可敬的这个师 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朋友 这篇文章是这个公开信 是因为他在一月初的时候 世兴大学要开校务会议 那李老师其实是某个案子的提案人 因为这个案子最主要是因为 曾经世兴大学在去年的时候 在他的一个作业办法 就是所谓的合聘教师的这个办法当中 他做了一些改变 因为一般来讲这个大学如果你要批认老师 必须经过三级三生意 就是你必须从最基本的这个所谓的系教评 然后院教评一直到最后的校教评 那不过这个办法可能考量到学校在用人 或者是整体策略上面的方便 所以他会说 如果这个老师本来就是我们学校某个系聘的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老师其实他在某个部分需要借重他的专长 那我就会去把他从这个A系可能转到B系这个部分 那因为他已经是学校已经新聘的这个成员 所以他就没有所谓的在经过所谓的三级三省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在很多的公司里面大体上来讲 也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做聘能去做整体的考量 不过在大学恐怕不一定是用这种方法 或者说这种方法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我们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也讨论过类似的这样一个议题 而是他非常重要的是一个 为什么是三级三省 就是由最基层的这个所谓的系 这个教师慢慢的经过院 在最后经过这个校教评 因为这个系需要用什么人才 他这个系的本身是最清楚 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 所以如果你由上而下去进行这个所谓的调动 或直接派人进来都是不合一的 那所以世信大学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之后 有些老师其实对学校的做法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他们计划在校务会议当中去提出这个相关的法案 希望学校能够去做这部分的这个改进 那当然说实在的 这也不是只有在世信大学是如此 在最近越来越多的大学 其实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三级三省 但实质上面 其实他已经有很多由上而下的这种规范 甚至这个学校的校长 他可能才是最终的这个所谓的决定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但是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现象 我们会持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 好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访问了这个 吕东西先生资深媒体工作者 也是这个公共公网集团这个台语频道的这个召集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语频道的这个最新的发展 课堂上老师努力的教授台语 希望这些国小学生能好好学习 可是学生上了国高中后 却没有这些母语课程 很容易学习中断 立法院上午三读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 保障了学生学习母语的选择权 国家语言发展法让台语频道取得法源 公广集团可以依法设立台语电视台 也让长期推动台语教学的专家感到非常振奋 教育部预计111学年度 才会实施国家语言课纲 在12年国教中将语言教学列入课程 学生选择一种学习 还必须聘请专职师资教学 由于台语课语原著名语及手语 依法都列为国家语言 国语是必修、依法、12年国教 各阶段学生都必须学习一种国家语言 国家语言发展法 保障学生学习国家语言的选择权 不会强迫学校必须教学生所有语言 也不会要求学生学习所有语言 专家学者强调 20年来各大专院校都有成立台语文系等的相关系所 很多学生都有修校于学分 现在有专法保护 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国家语言的总子教师 失之不会是问题 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台北报导 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三读通过 也让台语频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源的依据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好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 语言其实不只是一个所谓的沟通的工具 它恐怕还是一个更重要式的文化 当这些语言不太被使用的时候 或是它没有办法在一些正式场合被使用的时候 它背后的文化可能也会越来越少人知道 但是虽然通过了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 但是可是比较可惜的是 有关台语频道的这个预算 仍然是被这个冻结了这个八千万 那当然在野党有它这个理由 希望这个能够提出什么叫台语 或者是在整个更整体的规划 那我希望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真的把它冻结掉 而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会有一些扑托 但是更好的方法是赶快能够去解冻 让这个台语频道如果觉得是一个重要的 我们就要真正的去运作 当然在台湾的公网集团 我们一直来讲它的规模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所以这个小规模的公网集团 跟国家整体的预算给的有限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而且其实这个社会里面 对公网集团的期待非常非常的高 除了这个台语频道之外 还包括所谓的外国人频道 例如说有非常非常多的新住民 或者是其他从欧美来的这个所谓的外国人 他们其实也是新住民之一啦 那有没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语言跟文化的节目 那或者是说其实很多人很长期关心的是 公网集团应该要有这个专属的这个额少频道 或是所谓的文化艺术频道 那当然这看起来好像对公网集团的期待很高 可是这也是对所谓的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期待 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仍然把他们的公共媒体 当作是一个政府他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个义务 所以在预算上面他都必须要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加强 在所谓的独立上面也必须要尊重这些公共媒体的这个独立性 然后他们也会有不同的频道来去承担不一样的责任 好那接下来呢要看的另外一则新闻呢 是有关于这个大学里面 这个好像来这里读书 可是呢有些这个外国人到这里读书 他其实变成是一个变相的这个劳工 或者是变相的人口贩运的这种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照片上的工厂员工是几位印尼籍学生 继康宁大学爆发自己兰卡籍学生来台非法打工的案件之后 行文科大也传出新南向国际产学合作专班 去年10月才刚来台的30名印尼籍学生 11月就被安排到企业实习 资讯管理人跑到工厂去当包装员 我告诉你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是超过40小时 现在进行是200个学生你们都跟外劳一样 立委柯志恩接获学生爆料 新南向专班的学生住在新竹宿舍 每周四五回学校上课 而其他几天都是统一搭游览车到工厂上班 每天占10个小时包装隐形眼镜 每行骑工时超过40小时相当疲惫 还拿出印尼的当地报道指出疑似有仲介介入 每个月可赚900万印尼顿就将近台币2万块 吃住免费 你来这边你可以赚2万块钱 我们只收你1万印尼顿的注册费 然后会承担在台湾的住宿跟生活费 这都是当地的报纸 任立委提出的质疑 教育部代理部长姚立德坦言 的确有不法仲介进行这些事情 目前确实是有一些不法的仲介 在做这些事情 那你做什么样的处理 透过仲介来招生 我们扣减奖补助款 不准他办国际产学合作专班 如果严重的话 直接列入专案辅导学校 自然教育部强调 学校如果会利用仲介招生 除了扣奖补助款之外 也不会再让学校办理国际产学专班 严重的话会列入专案辅导 但柯指人表示 经查之后 一共有6所学校利用新南向专班政策 做类似的事情 其中还有一所是国立学校 教育新南向漏洞 恐怕还有更多的未报单 接着曹文俊林这间陈信龙 台报导 好 这次发生在省文乌大学 这其实跟整个新南向政策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看到 这个新南向政策 除了这前几天 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越南籍的朋友 到台湾来 可能是打工吧 这个消失的这样一个事件之外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 有一部分的大学的份量很多 然后他们其实是开始去 这个引进这个所谓的外籍生 可是引进外籍生并不是来这里所谓的真正的读书 而是以所谓的产学合作 就一个叫做新南向国际产学合作专班的这种模式 让他们来这里读书 可是读书的同时 他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打工 那之前康宁大学也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假读书 真打工 这个不见得是这些从国外来的朋友 他们真的是要来假读书真打工 而是他们到这边之后可能被仲介给呼隆了 然后告诉你说 你这边可以有什么样的奖学金 或者是来这里之后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攻读的机会 那当然你也可以有些产学合作的机会 可是事实上到来这里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变成是一个人口贩运 然后变成去欺骗这些学生 那甚至是以缴得非常高额的学费之外 还必须要另外去赚钱来去补偿这个学费 甚至要给对方的自己国家的这个代办公司 那这样的情形其实也是越来越值得我们关注 下个礼拜我们的节目就会邀请到 高教工会的组织部主任林博宜 来跟我们谈这个议题 也请大家下个礼拜要准时收看 这个灿烂时光会客室 好那最后这一则新闻呢 是跟学生打工组有关的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老保健保不是你 老保健保不是你 假日双心不是梦 假日双心不是梦 一则报道和一则大厦附近的打工地道 有意外的必须败的国家座 以中文大厦附近做的 学生团队说 地道顶管超过七成的店 都有有意外的路计划的状况 包括了政地大学 台北大学 中文大学的学生团队 以及路红团队 共同发表在厚厚外面 工作的学生 以及打工组的路动调查 在他们调查的274间的店里面 有七成五都违反到路动发令 围规真行上官的 是没有提拔路红退休金 占了百分之四十四点益 够定家立 没后两百工资 也有三成以上 没有在国定假日给两倍工资 然后以及就是有 投保 劳保 旧保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加班费的他都高达三成 对 那最高的其实就是 我们有很多同学 他打工没有头劳退 路红团队说 无情学生打工资 以苍蝇要最多 过来是保试班的逃路 不过路红大部分 也是尖对的大企业为主 但是参与所造型的 制压伤害的状况也不少 侯友政府要改善 现在的路红机制 违补到打工组的团队 记者欧婚娘上国梁台北报道 好 其实类似这一种所谓的打工组 特别是学生的打工的 这个劳动的调查 最近这几年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团体 特别是这个学生团体 或是劳工团体来进行公布 有些是针对整体 有些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学校 他们可能制作了这个相关的 这个打工地图 那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来 这个问题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为在大学旁边的 这种所谓的餐厅打工 或者说学生自己打工的经验 其实很多 就像这个新闻里面所说的 其实非常高比例的 这个雇主是不去符合这个劳基法 那当然也不会提供相关的 这个劳退的 这样的一个应该要的提拨的金额 我想这些雇主一部分是吃定的 有源源不断的人力 学生好像是打工是非常非常需要 那另外一部分 其实地方政府对于这类的事情 他其实在这个关注上面 或者是开罚的情形 其实也并不是太多 所以除了同学们要去 有这样一个劳动意识 知道这个做法是不好的 虽然我们可能短暂的领了这些钱 但是对长期来讲的 我们的年制的计算 或是劳退的部分 事实上是损失的 甚至你没有这个加入 劳基法的这个相关的保障 你的相关的权益 其实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例如说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受到了伤害 那你也没有办法 透过这个劳基法的方式 去做这些所谓的相关的补偿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提醒 这个学生之外 这个所谓的雇主也必须要知道 其实你这样做 恐怕是有一些违法的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 国家地方政府 你要不要去介入 要不要去管制 去保障这个所谓的学生的权益 这也不是只有保障学生的权益 而是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 就是告诉每一个工作者 每一个雇主都必须要符合基本的法律 这也是在 不管是在教育也好 或者说在整个国家政策推动上面也好 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性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